嗨,你好,我是KH 很多人很喜欢用一个字叫做如果 在外汇的这个交易上呢 很多人也是说如果 为什么会说如果这个东西呢 如果这个东西呢 这个字啊 其实应该出现在外汇做交易的时候 还是在你的生活上很适合在使用的嘛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很多人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都会在想就是我现在进这个单 ok 跟着这个方向 如果我现在进的话呢 他就会以这个方向去走 那么如果现在进场的时候 原本我是拿五个点数的 那么如果拿十个的话可以吗 或者说如果现在这个单子我现在进了 那么等一下晚上的话 他就会拿到那个盈利了的 其实这些如果如果如果 其实适合用在这个市场上 甚至你的生活上嘛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其实在外汇里面呢 会有这个如果呢 其实是因为他还在猜测这个市场上 这个这个市场上的这些趋势 其实在外汇交易的时候呢 而是要把这个市场上 真正定下来的那个图像呢 才可以进展 所谓的就是把整个图真的是形成了 所谓的就是那个趋势真的是形成了 然后呢才准备进场 而不是如果这个图真的是来了 如果这个图真的是会变成怎样 或者说如果现在我进场的话 等一下他会下去 其实我们在外汇里面 做如果的话呢 如果的话呢 你进了这个单 你要知道 你进了这个单呢 其实亏的是你自己 而不是市场上 所以在外汇交易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再想如果这个事了 要想什么 就想真正的形成了 然后呢 我们才进场的 好吗 好 那么这个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like 同时呢 把我share出去到你的身边的朋友们 好吗 谢谢你们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 谢谢你们 拜拜